各位同學 我們繼續 剛才的影片可能太短了 我們這條影片是講GLP中一的GLP第十課 頁數是第十七頁 繼續講Reflection 今次講的是Reflex 不過Reflex不是XY axis 是一條Straight Line 在Parallel 平衡於XX和YX 簡單來說是一條垂直的線和水平的線 垂直的線 我們這次先講一個水平的線 那會怎樣呢 這個其實很難明白的 可能不太明白怎樣走出來 我們一起看看圖 用圖來講 這次我們不用公式來講 如果我們現在說 L是Straight Line Parallel to X-axis 記住 因為很容易X-axis和L會混淆 所以highlightL 它是Parallel to X-axis OK 然後穿個01 即是代表它在01 這個位置畫下來 然後它就說 現在B點是Reflect about L Reflect about L 那就變成B' B' B點 那會怎樣呢 那會怎樣呢 這次我們不是對著X-axis Reflect about L 就是我們可以無視了X-axis 不管它先 只是看這個距離 即是說 現在這個距離就變成這樣 是不是 那有幾格 1 2 3 那我反而上來就多1 2 3 是不是 那會多了三格 是不是 OK 即是說 這個位置 就會變成新位置的座標 那 為什麼它說distance要減的 好像很複雜 又一減幾多 其實它想說的是距離 其實距離 即是 它這個距離是怎樣計出來的 其實就是 就是把1大數 減細數 這個計算距離 因為Y 是不是 OK 所以減負2 得出3 就是這個數格的3 然後呢 它就會怎樣呢 它因為反而上去 是 B 即是B這點 是在L之下的 所以below below 然後所以就怎樣呢 below的話 即是下而上 反而上來 所以就加 即是B 是 B的X 是1 不變的 Y 這個整個是Y 這個是Y Y 那會怎樣呢 就是本身由負2 就會向上動 動了幾架 就加 向上動 加的 因為它要走3 去到L這條線 再走3 所以就乘以2 兩個 走兩個unit 即是這個下來 所以就變成1 你怎麼數都知道4 即是負2加 負2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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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裡是負2加6 那就是答案就是 4 可以嗎 這個方法我覺得 比較 即是要記東西比較困難 但其實你只要想回 我有個圖 條線 我知道距離 加回兩次 加回兩次 就可以了 即是加兩次這個距離 或者數回去 對吧 那這個就是那個XAxis 對吧 那好了 跟著就是YAxis 這個就是做個例子 這個自己做了 也是 看回距離 算回距離 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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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因為它由下 今次是由下而下 那應該是向下走 那就是會怎樣 會減 這個就是減 那你找回C的座標 那X不變 這個是X的座標 這個就是Y的座標 可以嗎 OK 那就算一下 其實你看到答案 應該大概都知道在哪 那我這裡 就不詳細說了 XAxis 可以嗎 然後呢 Reflect about L Reflect about L OK 好 然後就到垂直線了 垂直垂直線 反射軸是垂直線 那這次也是 先 highlight 垂直線 不要 highlight錯 不要 highlight Y axis 我 highlight L 好 那麼 現在這點 會怎樣 會向這邊 反射 反過來這邊 是不是 因為它是 Reflect about L 是不是 那你記住 這條垂直線 會穿過 負一零 告訴你 在這個位置 負一零 垂直 就是這樣打上滑 是不是 OK 那怎樣反 同樣地都是看距離 記住 我們關注的是L和C距離 不要數錯Y L和C距離 所以 就是在看這個距離 這個距離 這個距離是多少呢 1 2 3 4 是不是 反過來又要數四格 是不是 應該數到在哪裡呢 應該會數 我不會不數 然後呢 Distance CL 就是這個和這個距離 這個數格就知道 但是它用了座表去計 因為這個是負一 是不是 所以應該是3 大數X 減細數負一 得到4 然後 這個圈就會下來這裡 因為呢 我們C 是在直線的右手邊 這樣它會反過來 然後 就會計到 因為我們現在是影響X 所以Y 是不變的 而X 就會因此而變的 可以嗎 X就會因此而變的 OK 那所以呢 會怎樣呢 把X的座表3 就會怎樣呢 向左移 向左移 即是加還是減 向左移 sorry 這個本身C 是在L的右邊 但我們反過來 就是向左移 左移是怎樣呢 減 減什麼呀 減回4 為什麼會乘2 因為它會走一四步 再走四步 所以減兩次4 OK 即是會是 3 減 8 即是 負5 和2 你看到負5 就是這裡 對不對 數1 2 3 4 都對 3 負5和2 OK 這個呢 就比較麻煩一點 但其實你只要畫那些圖出來 你畫L在哪裏 然後數分格仔 或者沒有格仔 都大概知道距離 就知道反了去哪邊 影響X 還是Y 可以嗎 OK 好了 旁邊extended question 雖然我沒有叫大家做這個頁數 但我也想大家做這個 這個呢 就是同樣地了 這次呢 我們提醒這條題目 它說L1 是一條strait line parallel to y axis L1 就穿過10 即這裡 然後它就說呢 L2 就是另一條線 parallel to x axis 就穿過01 即是這條線 好了 留心了 首先 P這個座標畫了給你的 它就會reflect aboutL1 即是about這條線 就去到Q 那你想想 反了去哪裏呢 數回格仔 反了去哪裏呢 接著 Q的位置 應該大概在這裏吧 對嗎 又reflectL2 Q是reflectL2 就反L2 即是這個款 反了去上面 對不對 那你就找回Q A part 找回Q的座標 和R的座標 然後找完之後 找回Q的距離 然後呢 找回Q的距離 找回Q的距離 你找到Q的時候 就計算距離 是不是 我們學過的大減細 大減細 是不是 大減細 所以呢 也可以找到Q R的距離 行不行 OK 完成了這個 那麼 大家留意 最難的是這一款 這一款 記住 我們其實不使用公式 因為數格仔也能數到 是不是 數格仔也能數 因為要這個 砌才能砌到整個 的柱體 對不對 所以是這個 所以呢 我們就會計到 底面積就是 為什麼 底面積 三角形是這樣的 那麼高在哪裏呢 就很難計的了 所以我們呢 就不會想這個是底的 直角在這裏 是吧 直角在這裏 當然是借助直角 那麼這個 不就是會是高 這個就是底 是不是 所以底乘高除二 就是12 乘回 底 那個高還是底 除二 就是乘二分一 OK 就是這樣 但是呢 它要總共的 那就是這一面 另外一面 記住乘二 不要罵 好了 那另外 Lateral faces 就是乘另外幾面 另外幾面 就是把 底面 底的周界 乘高 那麼底的周界 就是這三條邊 是不是 底的周界 就是 好 我們轉另一條式 這三條邊 是不是 這三條邊就是周界 所以就是把這三條 加起來 就是十二加 十三 再加 Y 就是周界 然後乘高 高是哪一條 高就是這條 是不是 就是乘七 那麼兩個商家 就會計到 就會來到一條方程 那我們這次解方程 好了 解方程 先離開這個 好 為什麼呢 這條成 怎麼計呢 難就難在這裡 同學覺得難就是這個位 那我們這裡裏面 括弧做先加到 他就加了 這個二十五 加Y 乘七 再加這裡 約一約就約 約了兩個二 就是十二Y 就等於二七零 同學不喜歡 方程就是怕計 但是你沒辦法避 一定要用的 所以大家要 逼自己學 所以這裡解解的時候 很簡單 這個記住 乘嘛 拆括弧要乘進去 就是這裡分配進去 其實你可以寫前也可以 就是你的七可以寫前面 分配下去 變成七乘二十五 七乘二十五 就是 175 再加7Y 再加12Y 就等於270 可以加的就加 175 就等於19Y 就等於270 這個 天平原理 或者2項 我習慣了用天平原理 19 減175 然後這邊又減175 等於270 所以 19Y 就等於 270 減175 就是95 再一次天平原理 這邊除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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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Y就等於 這個除19 答案就是5 那就算到Y是5 那有沒有單位的 答案是算Y 就不用單位 因為Y本身有 因為Y本身有Cm 所以就不用再給它單位 行不行 OK 回顧題目 題目其實只不過是要你 用未知數來設計 Total Serial Serial 就等於它給的Total Service Area 就是270 然後 就用解方程的方法去計算Y出來 行不行 那你要留意 如果同學請 可能計算Y是一個小數來的 我教你出的答案 你想想如果這個是小數 這個答案也是270 是一個整數 那是不是有可能會錯 不一定的 但是有可能會錯 所以你警察自己會不會選